未来的国民党绝对不会是一人堂 也绝对没有谁说的算 大家共同付出 一起承担 据预会人士转述 江启臣在中常会上表示 国民党的两岸论述不是他一人说了算 现在已经成立改革委员会 未来会透过讨论凝聚共识 在党内形成共识前 他都不会对外论述 江启臣称 国民党如果没有办法得到民众的支持 两岸的论述再好也没有用 不能因为说 我有没有提到哪几个字 就以偏概全 或者拿这个来下定论说 我对九二共识的一个看法 是其实未来我们要想办法 经过讨论 看如何把这样子的一个精神跟智慧 能够重新建立 48岁的江启臣 是国民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党主席 他选前打出改革命号 想在国民党历经两次大选落败的困境下 做出一番不同风貌 但其手势却是选择先搁置国民党的两岸路线走向 选择不谈九二共识 引发各界质疑 中评社分析指出 国民党在2020选举 政党得票率与民进党相差不多 要想赢回多数民众信任 国民党应该要继续以现有论述为基础 去扩大支持 如果打着改革旗号要一并改变两岸论述和方向 搞到连原本坚定的支持者都不停 似乎可能落入两头空的局面 国民党黄复兴党部党员台中市议员陈文正表示 此次国民党主席补选 军系并非不停好龙斌 只是在党的存亡之际 希望能选出一个相对有望带领国民党革新的人选 投票意想才因此改变 未来江启臣在两岸论述上要审慎考量 因为黄复兴党员对九二共识有相当程度的坚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